歡迎各位收聽看播足球快訊 根據英國媒體90分鐘的報道 儘管曼城和王家馬德里都有以車路士的後衛列斯詹姆斯 但球員本人仍然只是專注於為車路士效力 在去年夏天,列斯詹姆斯和車路士組了6年 在新駐歲破智天奧來到之後 他更加被任命為隊長 23歲的列斯詹姆斯 被視為現金球坦其中一位最優秀的遊後衛 根據90分鐘的報道 曼城非常欣賞列斯詹姆斯 他們亦意識到 需要為33歲的基爾獲家尋找替代者 但據悉曼城還未為尖下列斯詹姆斯展開行動 此外,亦有消息人士向90分鐘證實 細甲的王家馬德里亦對這名有集感興趣 他們需要為即將年滿32歲的卡華籍尋找接班人 該報道表示 儘管列斯詹姆斯本人知道該兩支球隊對他的意向 但他在現階段仍然完全投入到為南軍效力之中沒有離開的想法 球員本人已經完全排除了 轉會到好像曼城這些英超聯直接競爭對手的球隊當中的可能性 他在當前的目標是在車路士取得成功 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他都不會考慮到轉會到國外的球隊踢球 列斯詹姆斯的夢想是帶領車路士奪得獎盃 特別是以隊長的身份之下 他亦渴望在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傷病之後 能夠重新振回他最佳的狀態 列斯詹姆斯今季到目前為止 為車路士踢了五場英超聯 以及一場英格蘭聯賽杯的賽事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